要找这个local的祥导 那这一句话呢 我绝对相信 因为呢 就像说我常常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客人 尤其是从这个东南亚刚刚来这边 开店锁店的这些大老板们 我会告诉说恭喜你 你找到我 我呢算是这个洛杉矶的地头 东南西北人都认识了很多 你有任何需要 我都告诉你说 那是我的客人 这是我的客人 什么东西都一句话 就找律师 我会告诉你说哪个律师是可信的 会计师哪个是好的 房地产到哪里去 去开跺脚的第一步 所有的东西 货要到哪里买 报官行到哪一家 我做了很多的这种的帮我们的客户走出他的第一步 都走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在这地方也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如果说在洛杉矶讲说 这个要就是我们出门去玩好了 要我们能够尽兴 也就是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local的导游 那这个导游是不是真的能够尽心尽力 他对周围的环境很熟 然后你想要什么 他都能够讲得出来 都能够带你去 这个东西的话我相信我们华欣保险 这个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那当然这个至于说 急如风挖 劲如中挖 种种的这些东西 OK 那这个东西真的是就各 所有的做business owner的人 要可能要心灵神会了 OK 有的时候这个米药怎么要去扩张版图 但是呢我曾经我再回想一下 在二十几年以前我刚刚开始想要去开分公司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当然我的家里的人我太太一直反对 然后后来我再想说好实在没办法了 我跑到了庙里面我去抽了一根签 抽完那根签以后我就笑一笑 我就再也不提开分公司的事情 中间有一句话 那句话是退步原来是位向前 农夫在田里面种稻的时候 他绝对不只是往前面直着走 而一定是倒着走 然后这样子倒一步冲一个插个腰 倒一步插个腰 这样子那个稻子才会直 种出来才会漂亮 才会这个有归有矩的 所以后来我知道说有的时候真的急不了 可是呢当你要一个要进的时候 要去开发市场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就是要有不同的心态 我虽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 但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好像也用到了孙子兵法里面的很多的章节 确实是这么回事 然后所以说呢在这地方只能讲说 每一次跟我们徐博士在这边 这个谈孙子兵法 怎么样用在商业的时候 我谈完了 就像说我们在谈零售片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提醒我了 如果我们做生意的 尤其我们要做保险业的 既然我们能够做你的公司行号 能够做你的商业保险 劳工保险 为什么你的健康保险 或者为什么你的车子房子 我们不去继续争取 因为呢你不去争取 就留了一个破口 就是有其他的人会来进攻你的破口 所以在这地方的话 也是说很多人在讲这些兵法的时候 要怎么样能够自胜 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有讲过 在美国做生意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要遵照法规 还有道德的规范 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要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可是我们想办法去把 这个我们的长处表现出来 这样子才争取我们客人的信任 我相信呢 这个我们在过去的 这个二十几年三十年里面 我们都有经济这样子在做 那这个跟孙子兵法里面所讲的东西 很多真的是不谋而合 这个用意来说 嗯 哦 嗯 哦 询 询 询